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環境最前線有序 台灣看得見 我是看護台灣協會秘書長謝賀玲 我是台灣電磁輻射公害房治協會創會會長 也是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前任會長 陳焦華老師 我叫陳焦華 各位好我叫吳立惠 我是來自中部彰化 也是電磁輻射公害房治協會中部北部的志工 好 那今天我們就是從兩位來賓的身分 我們知道我們今天要談的是電磁波的輻射的問題 那電磁波它有很大的頻率 可見框 就是包括可見框也是電磁波的一部分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電磁波有 應該至少有兩種吧 那請問嘉賀玲是哪兩種 我講極低頻你講射頻 極低頻就是我們一般家庭用的這些電器設備 然後它的頻率是60赫尺 那它就是有電場磁場 但是它的磁場是比較強 那它的電場的部分是比較容易阻隔 但是磁場就很難阻隔 磁場連那個牆壁什麼都可以透過去 這是極低頻 所以我們說 就是包括像電視啊 我們用的電器設備 一般電 那如果這個比較強的像那個電纜 對 高尾電塔那個高尾電纜 這些是比較強的 所以我們大概住家就要去注意 是不是有這些設備 所以所謂的極低頻 就是台灣電力公司供電系統 然後利用這樣子的供電系統 所使用的這些電器設備 對 然後它所散發出來的電子波 那射頻呢 我來講射頻 射頻大概跟極低頻可以最直接的區別 射頻它就是沒有電線 你看不見 摸不著 感覺不到 可是它是無處不在 那我們平常在使用的這個手機 我們平常無線上網 家裡無線電話 還有廣播系統 電視廣播 這些系統 這些使用的都是 像家裡微波爐 這些都是微波射頻的這些都叫做 射頻 對 那它有頻率範圍 頻率是比較高 它頻率是大概300MHz到3.5GHz MHz到3.5GHz 所以這個是範圍非常廣 對 很廣 那比較高的頻率是哪 會是哪些 不是基地台嗎 對 就是廣播電台 剛剛講的廣播電台 電視這種頻率 還有手機的基地台 這種就是 會比較高 對 比較高的 那如果是我們家裡的無線上網 那個會是MHz嗎 那個到幾千 幾千 對 那個也是跟基地台的頻率差不多 大概就是 稍低一點點 10的8次方 9次方MHz 那所以它的能量也是滿強的 目前就是說 那個射頻 它的電廠比較強 就是它就是有電波 那磁場是比較弱 所以它可以傳遞的比較遠 所以基地台 有時候你看不到基地台 但是它的波 卻會傳到幾公里外 所以就是 基地屏是磁場比較強 射頻是電廠比較強 對 這樣子的一個 所以就是說 像 譬如說有些人他如果窗戶 他有電磁波從基地台射過來 那就可以說用窗簾布 用這些防電磁波的 也可以去試著去把它阻擋 不過我們就是目前要注意到就是 你的周遭可能有哪些電磁波 譬如說你現在很多人 每天都在滑手機 對 因為滑手機就是無線上網 那手機就一直發出電磁波 對 那你眼睛一直看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不然你就戴個眼鏡 不然那個 因為你的眼睛其實 眼睛的細胞是很脆弱的 它是連通 腦神經的一部分 對 對 就是說本身的細胞比較脆弱 那你如果長久一直盯著手機 那有電磁波 那可能你比較早會清光炎 或者是你視網膜會有玻璃 或者是可能白內障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眼科醫師 就是說很多病人說乾眼或什麼 那我們也可以懷疑說 是不是你用太多手機 在看這些無線上網的東西 這是生活做到 那還有一些是設施的問題 比如說設瓶也有基地台的問題 那那個基地瓶的話 像立位老師他常去檢測 他就發現很多家裡面有什麼 無線上網 Wi-Fi 對 Wi-Fi 現在很流行 家裡幾乎用有線的上網很少 幾乎全部改用無線上網 他就是設一個什麼 無線的 光四代Wi-Fi 什麼這種一設 然後就是家裡任何一個角落 甚至家裡的樓上樓下 他都可以試用 就用無線的 那你用這個機器一測 其實他大概都是 我們用的單位是 微瓦除以平方公尺 這一測大概都是算幾萬 甚至到幾十萬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強 然後你說你把電源拔掉關掉的時候 他就回復到當那個環境裡面的背景值 有時候是零點幾 有時候是個位數字 頂多是幾十個微瓦平方公尺而已 所以就是可見得他這個 在家裡面如果有這種設施的話 他變成是你把外面的那個基地台 把它微型化變成一個迷你基地台搬進你家一樣 所以我們通常去量了以後 尤其如果說家裡面有年紀大的人 有病人有小孩的話 我們就更強烈的建議他們盡量不要用 那應該有一些報告已經指出說 這樣子的這種Wi-Fi這樣子的電磁波 可能會對人體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有這樣子的一個流行病學調查 我可以解釋一下就是說 剛剛我們說那個攝頻 對 頻率是 譬如說是 現在3G是2000 對 乘以2000MHz 就是2乘以10的九次方Hz 就是說他頻率跟剛剛的基地頻是60Hz差很多 對 所以他電波比較強 對 所以現在家裡面放的Wi-Fi 或者是我們手機的這個電磁波 他會發出的就是這樣子的 對 這麼高的頻率的電磁波 所以長久會去受到影響 如果你長久使用 或者是你坐在這個Wi-Fi旁邊 那等於你暴露的電磁波比沒有的時候 是多了幾十萬倍都有可能 沒錯 幾萬倍到幾十萬倍 那再來就是還要乘以你用的時間 譬如說你講手機或者是暴露在Wi-Fi 或者是你用手機在上 在看Facebook 那這樣他都一直在發出電磁波 那你如果使用的時間很長 那你的暴露量就會增高 對 那比較看到的流行病學報告就是 可能會眼睛會疲勞 會頭痛 會有睡不著或者是焦慮 那還有一些報告就是會有癌症的一些流行病學的調查 那為什麼跟癌症有關 其實在2010年呢 世界衛生組織已經把這個包括色品 已經列為是2V致癌物 那在2002年 極低品照已經是列為2V的可能致癌物 對 那極低品的部分就是包括像很多那個高壓電塔 高壓電塔的設置 對 或者是之前台北也是要在古廳區 對啊 那在台電的樓下設置一個高壓的一個變壓器吧 那算就是應該是一個變電所 對變電站 對 高壓電塔然後變電站 那這些都是那個比較強的 極低品的來源 那這些影響因為大家會比較擔心 所以很多人都會出來擔心 其實就是說因為它是可能致癌物 而且世界衛生組織已經 早就有人 有報告就是說可能影響小孩子白血病 對 增加的這個被機率會比較高 那我們是看到就是說 變電所變電站就是說這些極低品 因為磁場很強 那我們還有一個概念就是密度很高 如果你越靠近它 你的工作場所或者是居住的地方 你長久曝露在這些電子坡 那因為它的密度如果越高 那你曝露的量越多 那就是得癌症的機率就比較高 或者是剛剛講到的這些自覺症狀 就是焦慮不安啊睡不著 甚至也有一些什麼流產、腦瘤這些都有可能 所以像色品就是說 如果我們知道有這些電磁波的發射 那就是說要去讓民眾知道說 怎麼盡量去減少暴露 自己如果說你沒有這個概念 那你就不知道要減少暴露 沒錯 補充一下 其實這種色品或者是集體品 其實因為它都沒有感覺 但事實上我們常常是覺得比較疲憊 比較容易累 因為你一直在曝露在這種環境裡面的話 有時候就是比較容易疲累 會不會注意力變得不集中 對對然後你休息不夠 可能你就免疫力會下降 所以後來你說 你剛剛講的這個注意力會比較不集中 學生啊他的學習效率就會降低 對 那在所謂的一個比如說政府 他治理的原則裡面 當然不是說我們政府他自己的原則 我是說就一個 一個政比較有良心的政府來講 他的治理原則應該是要有一個叫預警制度 如果有一個東西他發現 就是說他可能對人民有危害的可能 即使是還在還沒有充分的科學證據證明之前 他就要採取措施避免這樣子可能的風險 那所以像剛剛兩位都有指出說 不管是色品或集體品 他都有一些流行病學報告 會影響到我們的精神的狀況 會造成我們頭痛 然後甚至可能得到癌症 因為其實你如果真的睡不著覺 你的整個理育狀況可能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種可能是間接致癌 對啊 對 所以這種東西的話 我們政府目前的規範是怎麼樣 跟一些比較採取疫情原則國家的比較 就沒有什麼差距 像我們之前有要求環保署 要去訂長期的 極低頻的 不管是極低頻或射頻的 對 的預警值 限制值 那我們得到的訊息就是 好像在電信 射頻這邊的這個困 就是那個阻力更大 對 就是環保署 因為他們面臨的就是財團 電信業這些利益的團體 他們在阻止 很多民營業 那台電這邊就是 台電因為國營的 也是算國營的這個單位 但是他們也 也因為他們 已經做了很多錯誤的工程 就是離民宅太近 所以他們也抗拒去 訂長期的限制值 那我們看到像瑞士或者是一些國家 他們就會 義大利等他們都會 有一些比較長期的預警值 建立 那為什麼很多國家沒有訂 像美國或者是歐洲一些國家 但是他們有訂那個 譬如說高壓電纜離住宅的距離 譬如說他們有訂安全距離 譬如說高壓電纜超過多少輔特 那要距離500公尺 或者是50公尺 100公尺以上 那有訂好之後 他們就不用去訂長期的限制值 而且他們的住宅 也沒有像台灣這麼密集 所以他們的這些問題就比較少 電磁波曝露 對 問題就比較少 那台灣就是因為 種種可能政府已經沒有管理好 然後現在也不敢管 也不敢去訂安全的職 那我們也看到現在手機的使用 譬如說手機 你長久使用像我們的免疫系統 淋巴線、淋巴組織 所以我們看到女性就是乳癌越來越多 那現在很多人用這種看這個智慧型手機 其實我們也很擔心 因為它非常靠近心臟、肺臟、乳房組織 那我們看到很多人就長久在用 所以以後我們真的是要等 以後流行病學報告出來 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後 發現他的這個疾病的罹患增加 那時候再來提醒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真的是要 扮演好政府的角色 不應該跟這個財團靠攏 然後去缺少這個提醒人民要安全使用的這個 或者是應該要趕快訂這些預警的規範出來 是 沒錯 那我前幾天還在報紙上 好像聯絡報看到有個老師 在攻擊教華老師的樣子 有沒有注意到 電磁波嗎 對 真的喔 他怎麼攻擊 他就說 沒有 他就說那個他認為不會有危害 因為他說電磁波就是 反正光也是電磁波 他認為那些能量不足以打斷我們的細胞的分子 但是我是覺得說 其實像我們的腦波其實可能也是一種波 這個都是會受到電磁波的影響 對啊 可能還不用到打斷分子 它就會對你分子造成影響 所以有時候這些專家可能也是 他自己也不是十分的確定 但是他就可能為了財產利益 就堅持說這個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所以我現在都會用那個公衛學者的話去反駁 對 因為剛好環保署有去開一個專家會議 要很多公衛學者 那這些公衛學者像張唐全老師 鄭尊仁老師 他們這些台大的老師 還有楊敏張武修老師他們都會建議就是說 電磁波還是要預防 預警的概念去看待 然後盡量減少暴露 那雖然他現在還沒有確定他一定會致癌 但是就是不保證就是說一定不會 對 那在沒有證據證明他一定不會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就是小心使用預警原則這樣子 那我聽焦老師說你對於那些 是基地瓶比較高的地方 或色瓶比較高的地方 我都有敏感 這兩個你都 我都有 你會感到怎麼樣 對 我其實是就是說 如果這個地方基地瓶強 或者是色瓶強 那我會頭痛 那我的眼睛就會很敏感 就會不舒服 乾燥嗎 對 然後頭就會暈 那如果沒有預防 所以我自己就會 像我坐高鐵 因為高鐵電池潑強 我就坐高鐵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種防電池的補 潑的布 把整個頭都照住 我都就這樣子照住這樣子 然後就 那這個布 如果我沒有這樣做 我就會頭痛 我回去就要吃好幾顆普拿藤 這個布有什麼特別的嗎 跟一般的布不一樣 六老師介紹一下 它這個布 你外觀看完全跟一般的布 沒有什麼兩樣 摸起來的質感也都一樣 可是事實上它裡面是 用那個非常非常微細的金屬纖維 所以它實地測的話 它大概可以減低大概十分之久 過濾掉剩下不到十分之一的色品 但是極低品是沒有辦法的 極低品防護更困難 因為這個是金屬 對 它可以把電場煮掉 煮電波的 但是視察沒辦法 能力比較強 對 那我的敏感也是很好玩 就是說 我還沒有 我沒有用檢測器 我就可以感受不舒服 那再用檢測器 就的確有測到 然後就是說 其實 大約經過一些調查 像歐洲、瑞士 很多國家他們是 大概世界衛生組織 大約2%到5%的族群 是有電磁波敏感的 這些感受性的人 其實因為我們一般人 都沒有這樣子的檢測器 所以當他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他其實也搞不清楚 為什麼身體不舒服 對 那我就是說 因為可能也是有一些科學的訓練 就會去找原因 就是說 又沒有感冒 怎麼會在這裡會頭痛 到那裡就不會 那後來就知道 再問一下有檢測器 再去拿來佐證 才發現說 原來是電磁波的原因 所以其實我們也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 你雖然沒有敏感 但是 你還是跟一般人 你的細胞 你的循環系統、免疫系統 也都有可能受到電磁波的影響 所以並不是說 沒有感覺就沒有事情 那這樣子的影響 對於大人跟小孩 會有什麼差別嗎 就是說 小孩會不會 受到影響會更大 小孩子 他對這種社品 他的感受性更強 有這個實驗的報告就是說 他的腦部組織 對 還在發育 對 對這種社品的吸收度是 大概成人的兩倍 那頭蓋骨 頭蓋骨的話 他的吸收度差不多是十倍 所以就是說 整個影響我們認為是 差不多成人的兩倍到十倍 的那個 傷害性 所以我們更希望就是說 對小孩子要特別的防腐 所以 學校 那個 幼稚園 或者是醫院裡面 對這種距離 一定要就是 嚴格限制 住宅一樣 嚴格限制就是距離要拉開 但是現在小孩子很小就有手機 很多小孩子 對 所以一些科學報告就是說 那個小孩子他的腦殼比較薄 比較軟 然後還沒有發育完全 那腦血管屏蔽 比較容易受到電磁波的破壞 然後這些蛋白質可能也會有回損 所以那個有毒的東西受到電磁 就更容易進去腦 對 那個血腦屏蔽被破壞 對 毒性物質就容易破壞老師 對 所以就是說很多家長 他沒有這個嘗試 那我們的政府也不去宣傳 這樣子的危險 所以呢 就現在看到很多大人 就把手機給小朋友用 對 小朋友聽 其實這個都是很危險 所以是不是應該要制定一個制度要求 就是說幾歲以下小孩子不能使用手機 像有些國家他們就像法國16歲以下 16歲以下 16歲以下 那以色列好像也有禁止 對啊 所以很多越來越多國家 他們已經看到就是這個危險 所以有禁止 日本也是 日本也是 他們也不能帶去學校 很多都是12歲以下就是禁止使用 那就是政府對這方面的一個立法工作 他們有任何的一個就是說 目前我們看到我們的政府是非常不作為 就是說譬如說你去看立法院 去看政府在訂電磁坡相關的預算 訂得非常少 全台灣全國的電磁坡預警 或者是這些去調查 或者是說去研究經費可能加起來不到2000萬 不只是經費少他們立法工作也是 而且可能會反宣傳 反宣傳 反宣傳我們也很怕他去用這個錢 反而去說電磁坡無害 對 我們看到宣傳 他大部分就是強調無害 對 放心 反而是 反而是誤導民眾去疏忽 這個是有一個很強大的一個利益結構 對啊 他現在一直在宣傳4G了 是 4G的話會不會更可怕 4G就是說越多G就是頻率越高 頻率越高就能量越強 對啊 因為我們之前 以前學過的基本的物理就是E等Hμ 頻率越高的話能量越強 電廠能量 H就是頻率 頻率越高能量就越高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可怕的危機 現代科技其實不要講說手機的電磁坡 你這樣講 這個小孩子整天在那邊滑來滑去 其實就會影響到學業 對 所以我們真的要提醒民眾 你不要直接拿手機拿在左手 因為他是發出電磁坡 所以他會有電 對 那電會透過你的手傳達 對 所以可能你的左手或右手 你長期握著有電的東西 你可能你的一輩子會更早 你的關節炎就會出現 然後甚至會讓你變成敏感體質 對 也會影響你的生活品質 所以可能還是要做一些防護 是 那剛剛說這個是可以防護射品 那極低頻的話有什麼樣的防護方法 極低頻很難 我們只是建議就是距離要拉開 願意 如果加電的話 比如說幾公尺 加電用品的話 大概一尺到一公尺 大概OK 但是比較強的 比較強的 電腦的GDP可能比較小 還是無線上網的射品比較強 電腦最危險的就是無線上網 對 就是說你如果沒有在上網 但是你沒有把無線上網關掉 它還是每分鐘就會發出電磁波 像這台應該有無線上網 所以筆電請大家把無線上網要停用 然後盡量用有線 不得已無線就是用完就趕快停掉 我們建議就是說你長久使用 就是不要用無線上網 對 像家裡 有的人說家裡因為真的需要 那我就會建議 你在上網的時間 自己就是集中上網時間 Wi-Fi打開 然後其他時間就把Wi-Fi關掉 其實家裡面沒有道理說 不能用有線 對啊 其實沒有道理 就是說你為了健康 你自己 你不顧健康一定要用無線 結果到時候生病的後悔也會來不及 大家可能是因為買了很多iPad 或者是像筆記型電腦 他們在宣傳的時候就是說 因為你可以自由的移動到哪裡都可以用電腦 那這個就變成就是說 現在的人到哪裡都離不開這種3C的用品 那你整天都記錄到 這樣子其實對我們的身體不好 不要說電磁波 就是你可能就是會缺乏眼睛視力 都會受影響 那如果你用有線的話 至少你是在一個固定的地方工作 那工作累了 你就是離開休息 我們應該要學著怎麼樣去調配我們跟電腦相處的時間 或是整天被它綁在一起 那這些廠商是希望你整天跟它綁在一起 這樣子他們的廣告效益 或是訊息的傳播會更好 對啊 他們就是希望這樣 他連休閒都提供你無線上網玩遊戲的休閒 綁得更緊 就是說現代的生活 當然這些電線設備 或者是這些無線上網是讓你方便 但是你也可能會付出某種程度的代價 像我們有一個工作人員就是說 我們當初電腦沒有把它的無線上網停用 結果他已經心臟已經不舒服到幾點 已經去做心電圖 甚至要安排這個住院檢查了 後來我們找到這個原來是這個電腦 無線上網的電磁波問題 我們把它停用 然後經過幾天以後 他那些症狀就慢慢解除了 對 所以電磁波就是 如果是你長期暴露 長時間暴露 慢慢可能你的身體的各個 有一些器官 中化器官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當然現在很多年輕人 或者是老年人我們建議 就是小孩子還是不要讓父母去用平板電腦去看影片 因為這個都是長時間的無線上網 對 好 那 今天呢 我們 談了這麼多 那 就是說其實我們前陣子還有一個議題 也跟我們今天談的主題有點相關 就是環保署要開放廢物金的事情 哦 廢物金 那其實就是說 這些3C的用品 雖然增加了我們的很多便利 然後讓資訊的爆炸 知識的爆炸 讓我們的科技一直在進步 但是其實它有很多潛在的危險 我們都沒有好好的去面對 那其實這個腳步應該緩一下 好好地去確認就是說 我們到底會受到它什麼樣的影響 然後怎麼樣去解決這樣的影響 然後再去改善 而不是一直在求快 這個是我們政府要好好地面對 而不是說 現在廠商就是 每幾天就要 要你那個 聽說日本每四天就有一款新手機 它就是刺激消費 要你買這些東西 然後小孩子也是 兩三歲就這樣你滑來滑去 那又製造那麼多的廢機 然後我們就說 製造這些電子產品 可能需要很多的稀土元素 很多的貴重金屬 那這些礦產不夠了 他們又要開始說要來回收 這些從這個電子飛機回收 國內的這些電子飛機不夠 就要來進口 然後又造成我們的國度很多的影響 所以這個好像 每一個環節都是錯誤的環節 都是在惡性的循環 所以我是希望 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各位觀眾朋友們 能夠好好的去思考這樣的議題 然後好好的去面對 這樣子的一個現代歌劇 帶來的一個危害 對啊 好 那今天我們的節目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觀賞 好 那我們再喊一遍 環境最前線 永續台灣看得見 謝謝大家